香酒灵 能温习 孝于亲 所当直 解释 东汉人黄香 九岁时就知道孝敬父亲 替父亲暖被窝 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 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 启示 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 这是做人的准则 要知道父母的甘苦 才能孝顺父母 并激励自己刻苦学习 容四岁能让梨 地与长 宜先知 解释 汉代人孔容四岁时 就知道把大的梨让给哥哥吃 这种尊敬和友爱兄长的道理 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 启示 从尊敬友爱兄长开始 培养自己的爱心 要以友善的态度对待他人 就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 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和欢迎 也才会感受到他的温暖 一个人首先要学的是孝敬父母和兄弟有爱的道理 接下来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 并且要知道基本的算术和高深的数学 以及认识文字 以及认识文字 阅读文学 启示 孝敬父母 友爱兄弟 是做人的基础 能文汇算是做人的本钱 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 解释 我国采用十净位算术方法 一到十是基本的数字 然后十个十是一百 十个一百是一千 十个一千是一万 一直变化下去 启示 一到十看来很简单 但变化起来却无穷尽 算术这门学问越来越深奥了 几乎各个科学门类都离不开数学 所以必须认真的从简单的数目学起 为将来学习其他知识打好基础 解释 还应该知道一些日常生活常识 如什么叫三财 三财指的是天地人三个方面 什么叫三光呢 三光就是太阳月亮星星 启示 人类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 世界太大了 天空中的星辰以及雷电风雨 大地的山川河流 花草树木 鱼虫百兽 而人又是万物之灵 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运用掌握的知识 去改造世界 三光者 君臣义 父子亲 夫妇顺 解释 什么是三光呢 三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应该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 就是君王与臣子的言行 要合乎义理 父母子女之间相亲相爱 夫妻之间和顺相处 启示 要是人与人之间 有一个良好和谐的关系 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的地位 人人从我做起 才能天下安宁 人类永远和平 解释 再让我们看一看四周环境 春夏秋冬叫做四季 这四时季节不断变化 春去夏来 秋去冬来 如此循环往复 永不停止 启示 春夏秋冬 是因为地球 在绕着太阳运转时 有时面向太阳 有时背向太阳 有时斜向太阳 因此 有了温度不一样的四季变化 约南北 约西东 此四方 应呼中 解释 说到东南西北 这叫做四方 是指各个方向的位置 这四个方位 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 才能把各个方位定出来 启示 我们的祖先最早用铁 发明了罗盘 也就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 从而使确定方位 变得十分简便 尤其在航海中 指南针的作用太大了 在我们人类生活中 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